二月的日本显得格外寒冷 父亲财天智和儿子祥太进入了一家超市 他们正在实施今天的计划 偷窃一些日常用品或者食物来替补家用 虽说他们从容默契 亲密和谐 没有一点做坏事的罪恶感 但祥太每次偷窃前都会做一个期待的手势 希望自己不被发现 过程非常顺利 拿到了需要的物品后 他们快速撤离了现场 若无其事 有说有笑的走在了回家的路上 这时一个摔碎碗的声音吸引住了父子娘 顺着声音 他们发现了一个饥饿的小女孩 父亲看她处处可怜的模样 便问她要不要吃可乐饼 于是他们把小女孩带回了家里 这是一间破败杂乱的小屋子 屋子里除了智和祥太外 还有老太太出汁 老婆姓代和老婆的妹妹亚基 姓代建议吃完饭后 就把小女孩尤里送回家 别贪上麻烦 老太太发现尤里的身上满是伤痕 这引起了姓代的注意 尤里说这是跌倒的 说得很没底气 饭后 父亲俩送尤里回家 但尤里家中传来的吵乐声 让姓代改变了想法 他们收养了尤里 她正式成了家庭的一员 正在车上听到了一个工地职员 离港的消息 她眼座子溜溜的转 似乎在打着什么算盘 她接替的那个人 作为一个身手来到了工地干活 什么也不会的事 显得与其他工友格格不入 她心不在眼的走进了其中一套公寓 想象着这套公寓就属于自己 她说我回来了香太 另一边姓代则在一家洗衣店干活 她随手将客人望在衣服里的灵带家 收入郎中 与她交合的同事 习以为常 生活在社会底层的他们 这也是家常便饭 祥太带着尤里来到了一家日用杂货店 大核物 她向尤里演示 如何寸对店里的东西 夜里 一家人围着桌子吃晚餐 除了角落里垂涎欲滴的小尤里 妹妹要记注意到了尤里 她认为怎么看这也算是右拐 而姓代则不以为然 她认为既没监禁也没索要赎金 就不算右拐 而且对方家长也没报警 或许女儿的失踪反倒让他们轻松不少 受伤的扶行痴在公友的参赴下回到了家里 公友说 就算是日工也可以申请工商 说或许就是痴的如意算盘 这让姓代乐呵的开着玩笑 那还不如干脆骨折 亚介和老太太去银行取钱 随后到了一家小吃店 老太太看着报纸问亚介 处杀是什么意思 亚介说就是处男杀手 那种穿着暴露在风俗店工作的女孩 而亚介就是这样的女孩 并且还给自己取了名叫杀耶香的移民 家里人知道她的工作 并不反对 也没觉得不妥 经常到风俗店找亚介的 是一位叫四号先生的客人 四号先生不说话 总是写字和亚介交流 他写道 我只想看你的脸 这天 是带着祥太和尤里来到了鱼具店 他们分工合作 偷走了几根鱼竿 在回去的路上 志传是着顺手牵羊的经验 他说这叫分工制 也就是大家一起分享工作的意思 可祥太却认为尤里很碍事 很多余 志说 别这么说 他可是你妹妹 祥太并不这么认为 转身跑掉了 这让尤里感到有些失落 夜里 祥太还没回家 尤里一个人坐在玄关等他 现在看在眼里 感叹道 明明是被父母抛弃的人 应该不会有体贴别人的想法吧 志找到并劝误了祥太 让他认同了这个妹妹 也引导他叫自己一声抱抱 可祥太开不了口 说可能总有一天会叫吧 两夫子在回家的路上 一如往常 开心地打了日 电视里报道了尤里失踪的消息 这让志慌了声 问尤里能不能自己回家 可尤里却没有要回家的意思 信代说 或许自己选择的接班更重要吧 他的心里开始暗息 甚至感到一丝幸福 这天 一家人来到衣服店扫货 并且给尤里添置了新衣服 回到家里 信代带着尤里喜悦 他的手臂也有一块和尤里一样的伤痕 他说 这是蕴都疼的 和尤里说是跌倒一样 没有一点底气 尤里轻扶着他的伤痕 他心里容起了一阵幸福感 说没事 伤口已经愈合了 喜悦出来 他把尤里拥在怀里 摘掉了尤里的旧衣服 他说 因为爱你才打你之类的话 都是骗人的 如果真的爱 这样做才对 他把尤里抱得更紧 看着尤里 仿佛看到了过去的自己 他为幸福的现在而下 也为痛苦的过去感到悲伤 他流失了一洗一杯的眼泪 而为他擦拭眼泪的 是尤里 也仿佛是过去的自己 风和日里的一天 祥太和尤里 结伴来的公园玩耍 祥太不再对尤里伴着内 脸上洋芸着快乐的笑容 或许此时 他们真正成为了兄妹 就像信代的意思 自己选择的羁绊 可能更加重要吧 两人再一次来到了大河屋 祥太掩护着尤里偷东西 尤里做了那个祈祷的手势 顺利带出了屋外 可此时 大河屋的老大爷叫住了他们 拿起两根冰棒交给祥太 并告诉他 别再让妹妹做得着事了 这天 老太太来到了前夫的儿子家 祭拜死去的丈夫 期间 家里的小女儿 从楼上下来外出 小女儿名叫沙耶香 这也正是亚籍的移民 老太太询问大女儿的情况 夫妻娘谎称 大女儿亚籍 正在澳大利亚快乐的生活 老太太的嘴上说的真好 却发出了一种鄙视的笑声 临走前 屋主交给了老太太一个信封 里面装着三万块钱 其实 老太太家里是有丈夫临位的 之所以顺道来击败 无非就是要收下每次的三万块钱 这天 四号先生又来到了风俗店找亚籍 他整着亚籍的腿 听着亚籍讲自己的故事 亚籍说 自己的妹妹很喜欢母亲买的泳装 在家里也穿 洗澡室也穿 好像自己也曾经有过一模一样的时候 他露出了无奈又悲凉的笑容 而四号先生却一言不放 他发现四号先生手上的伤口 问他是打人了吗 打谁了 四号先生指责自己 亚籍说 我也曾经打过自己 相处时间到的铃声响起 四号先生起身 同时 礼貌的插起了在亚籍腿上 自己流下的眼泪 亚籍一把抱住了四号先生 四号先生此时才发出了声音 原来他是一个哑巴 两人似乎同病相怜的人 就这样拥抱着 感受着对方的伤痛 夜里 亚籍下半回家 老太太和姓太正做着晚餐 父亲给两个小孩表演着低级魔术 天空传来了烟花的声音 一家六口在门前望着天空 其乐融融 温暖又幸福 这天 他们来到了海边 祥太已经到了产生生理反应的年纪 这一点被志看到了 两夫子在海里游玩时 他告诉祥太 这些都是正常的 自己也会这样 这才健康 老太太坐在沙滩上 看着快乐的一家人 亲身说了一句 谢谢 不久后 老太太离开了人世 因为经济原因 以及这个家庭的特殊性 奶奶并没有活葬 也没有丧礼 只是简单的给他梳理了一下 便埋在了家里 这样他们又成了一家五口 次日 清贷和祥太去银行 取出了老太太的存款 一共11万6千块 回到家里 父亲两人又从老太太的假牙盒里 找到了另外的钱 这些钱三万一叠 都是从亚结生父那里拿来的 这天 祥太和尤里再次来到了大河屋 可大河屋的老大爷已经去世 祥太却只认识门上的中字 他以为大河屋可能倒闭了 曾经志教过他 只要在店里摆放的东西 都不属于任何人 只要没被偷垮掉 都没关系 此时的祥太 或许有所愧疚吧 就像夫妻俩取责了老太太钱的时候 祥太认为 这并不属于他们 所以眼神里才会有些异样 两人转到了另一家超市 他想着大河屋爷爷的话 别再让妹妹做这种事了 于是他不再让尤里进去 而是让他在外面等 可尤里还是跟了进来 正当尤里要拿东西的时候 店员却在旁边清点货物 为了保护尤里不被发现 祥太掀犯了货物 并抢止了一栏水果 店员追了出去 祥太被堵在了桥上 走投无路 于是从桥上跳了下去 索性桥并不高 他只是扭伤了腿 这和信贷来到医院街乡太 却遇到了警察来了解情况 警察需要他们到警署配合调查 眼看事情就要败露 他们说家里还有其他孩子 于是两人匆忙回了家 一家人带着行李 想要连夜逃走 却被警察抓了个阵子 经过调查 小兔家族的情况浮出了水面 老太的丈夫离开了他后 他变成了被遗弃的老人 是信贷把他带了回来 而信贷也曾经在风水店工作 经常光顾他的就是智 两人疏手杀死了信贷的丈夫 走在了一起 成了一对苦命鸳鸯 但信贷却没有生育能力 所以非常渴望有儿有女 于是他们救回了被抛弃的乡太 以及说家伴的有理 亚基的爷爷是老太的丈夫 但亚基因为父母离异 或者母亲不在之后 有了后妈 再后来有了妹妹沙耶香 她曾经拥有的爱 被妹妹夺走 所以她娶了叫沙耶香的移民 或许只是想得到更多的爱吧 虽然不知道老太太是为了 抱负带走她丈夫的人而带走了亚基 还是亚基与后妈关系恶劣 自己离开了家 总之她在原来的家里 就像个局外人 老太的软性勒索过来的钱 尽容未动 或许是为了留给父母不闻不问的亚基 也或许是为了留给这一家 没有血缘关系的羁绊 小偷家族的感情是真实的 透明又有力 就像信贷在审论时说的 难道生下孩子的人就能当母亲吗 当然信贷痛哭的一句话却是 他们叫过你妈妈吗 曾经想他问过他 被人叫妈妈应该会很高兴吧 就像某人希望自己叫他爸爸一样 这让他恍然大悟 原来他们也没有这样叫过自己 他把罪名拦在了自己身上 他的心终于得到了解放 亚基和尤里回到了自己的家庭 祥太也住进了六个小孩 居住的好房子 而这搬到了另一间小小的小屋 孤独的生活着 这天祥太来到了这的小屋 和以前一样 两人一起对着雪人一边玩闹 此时他们都是幸福的 从他们的脸上就可以看出 两人背靠背躺在床上 祥太问 那天你们是想抛下我逃走吗 祥犹豫了许久 说是 祥太说 那天我也是故意被抓的 两人互相对对方说着让人伤心的话 可能只是为了大家不要再那么想念 次日 祥把祥太送上了公交车 当车子启动的那一瞬间 祥再也忍不住自己的情绪 追着公交车大喊祥太的名字 祥太始终没有回头 直到车子渐渐心愿 他才慢慢回过头 轻声喊了一句 爸爸 还是故事发生的七点 玩摔碎的那个阳台边 有你玩着玩具 随后踩着凳子向外望去 或许他还在期待那两个人的出现 问他要不要吃可乐饼 谁知道呢 小偷家族上云于2018年 由日本著名导演 世之玉和所导 影片通过日本底层家庭的复杂感情 来映射整个社会环境 一家六口包含了各个年龄段 本应该在父母呵护下健康成长的游里 却活在了经常加班的家庭里 本应该读书写字 交捧结友的想态 却被父母一气在外 本应该书装打扮 有着甜蜜爱情的少女 却被父母不闻不问 甚至在风暑店工作 本应有普通工作 生活无有的中年夫妻 却要做着不干不净 偷鸡摸狗的买卖 本应儿孙满堂 安详晚年的老太太 却要靠着软性勒索 社会救济金过活 而他们暴露在警察和社会面前的 都是后者 在别人眼里 他们只是一群不堪入目的诱拐犯 盗窃犯 谁又知道 曾经的他们也被社会遗弃 走投无路 犯罪固然不能容忍 但他们却不是大见到耳之人 几个可怜人处成的家庭 一点也不虚伪 至少在彼此的感情上是如此 否则就不会有老太太 沙滩上的那句谢谢 不会有志 追着公交车大喊祥太的名字 不会有祥太回过头 无声的一句抱抱 不会有压介 再次推开小屋大门的瞬间 不会有信贷离开探视方式 自怀的一句再见 更不会有你爬上凳子 期待又失落的眼神 或许他们今生不会再相见 但心中却彼此想念 好了本期的视频就到这里 喜欢我视频的话 记得关注转发哦 我们下期见 拜拜